对于女孩子来说 被求婚好像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如果求婚场地装扮得华丽一点 再加上动人的情话 想必没有一个女孩子可以拒绝 不用说出场爱过的女人 就连用过感情坎坷的 也会因此而感动不已 就在近日 媒体爆出了经历过失败婚姻的 陈美凤被求婚的消息 被称为最美欧巴桑的陈美凤 曾与艺人刘尚谦 孟非及制作人张富交往 之后与初恋男友许福庆结婚 他因出演八点档黄金四月大获好评 前不久还趁着排席空档 出席台北等级活动 与官传局长刘亦廷一起逛士林夜市 在关上灯笼的同时 他发现节目组送的戒指掉了 索性小鹿及阿甘在散混时 找到掉在地上闪闪发亮的戒指 随即把戒指捡起来 立刻下跪帮他戴好 旁人看到做事求婚的大动作 纷纷在旁边起哄 陈美凤子笑说 好开心竟然在情人节被求婚 真的有小鹿乱撞 他透露近期工作满档 虽然没办法与黄金岁月一起欢乐 但搭档宏都拉斯很可爱 吃元宵还记得朝电视里的他卫石 真的诚意十足 是最棒的情人节礼物 一路许多粉丝抢着要合照 他也相当亲民 统统来这不惧 更有忠实观众对他剧透说 蔡林氏生病了 蔡美答应他儿子的求婚 要他当婆婆的多谅解 一度让他苦笑不得 不过陈美凤表示 剧中蔡林跟重回的感情线 真的让人很心疼 蔡林生病不敢跟大家说 心酸委屈都往心里吞 眼睛都哭肿了 而重回则是一直向弥补 过去没有照顾到母女愧疚的心 所以他在剧中成了夹心饼干 还大叹比三角列都为难 陈美凤在1956年齐悦出生 既是演员 歌手 又是主持人 作家 可以说是相当优秀的一名艺人 多年来他凭借自己个人的颜值 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随后演技也获得沉赞连连 作红之后又转战内地 2012年因出演民事八电档 《风水世家》中的黑猫姐林丽华 而被内地观众所喜爱 从而大开知名度 而且多了一个黑猫的别称 然而美丽如她 爱情之路却相当坎坷 离过一次婚 年轻时还跟不少自身男性交往过 21岁时曾不顾家人反对 坚持与男艺人留上前交往 结果才热恋四年 就因为受不了对方花心 而决定用分手画下这段感情的据点 不过两人之间的纠葛 并没有就此停止 在运留上前分手的26年后 竟然有化妆师出眠爆料 说陈美凤曾经为男方生下一个死生女 却把她当成侄女来照顾 引起语论哗然 而记者发现 陈美凤多年来出席活动 身旁常有侄女相伴 陈美凤跟侄女还拍过广告 此外 侄女的眼睛最怕都与留上前神似 但疑点是侄女因是哥哥所生 非爆料中给姐姐养 有可能是为病人耳目 故弄玄虚 对于这则死生女的传闻 起初最先回应的是留上前本人 她认为这完全就是恶川 表示所谓的死生女 应该是指自己与敌人妻子 所生的亲生女儿刘志瑜 因为当时她与陈美凤交往时 刚离婚不久 所以常常会请陈美凤帮忙照顾 才六个月大的女儿 并推断 是陈美凤当化妆时的表妹 到她家里看到小婴儿 才会有了这样的误解 刘上前还说 如果当初陈美凤有为她生小孩 那两人就不会闹分手了 对此陈美凤听到后 第一个反应也是爆笑出声 因为外界想象力太丰富 表示如果真的有死生女 那么自己再演一圈 混迹这么久 早就已经瞒不住了 她甚至还开玩笑说 如果有的话 一定会带她去和刘上前大儿子相认 事实上 外界一直有传闻 刘上前已经结过两次婚了 而对此她则回应 自己的大儿子大女儿 确实是和敌人妻子陈琼玉所生 也强调 跟小儿子孙庆月的妈妈 只有订婚 没有结婚 因此听到死生女的传闻时 才会觉得啼笑皆非 就像陈美凤说的 如果真的有死生女 这么多年来 应该也瞒不住的 根据了解 陈美凤还是罗志祥的干妈 罗志祥因当年参加 她主持的选秀节目 进入演艺圈 两人关系很好 当被媒体问到 舆论对罗志祥的批判时 她直言 现在很少联络 比较心疼罗妈妈 并提醒干儿子 要懂得节制 陈美凤虽然受过伤害 但从不放弃希望 如今对爱情看得很透彻 直到在这个年纪没有那么容易遇到对的人 所以虽然对爱情充满期待 但也并不强求 值得一提的是 她跟刘尚谦分手后无交集 但后来两人却在爱中受度言情侣 现场气氛相当尴尬 但工作人员透露 刘尚谦很有君子风度 拍外景戏时 还会为她拍去街上的录夜 剧动贴心 现如今陈美凤出道40多年 身材依旧火辣 动灵脸蛋也丝毫看不出 她已经卖过花架之年 可说是演艺权一姐 事业相当成功 即使年纪大了 依旧人气不减 离婚成功的她 现在相当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然而她之前 却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自己的眼泪流不停 让粉丝们相当忧心 她透露 自己的眼睛一直很不舒服 甚至还会微光 广告定庄后 去参加朋友尾牙 现场潮热闹 几乎人人都有奖 好多人都拿到现金大奖 只有她一直在用致敬擦眼泪 虽然很痛苦 不过她也幽默表示 不知情的人会以为她太感动了 后来她去看医生 医生表示她是眼睛过敏 必须少看手机和追剧 索性经过简单治疗后 已无大碍 此外 她不但演艺事业出色 投资房产一样也有称 最让人呈现的是买下 桃圆南侃的豪宅 中越国宝 因地处江流道旁 不但交通便捷 又在知名豪宅 中越地宝镇对面 房价始终居高不下 很有理财头脑的她 名下房产 还有天母龙顶 至于在美国砸三千万元买下的别墅 外传留给前夫和她的儿女 展现起包容气度 据悉 她十多年来 皆拍八十支广告 进账超过一亿六千万 外加节目赚进将近两亿元 并拍了多部八点档连续剧 进账也是超过一亿元 身价估算 约有四亿五千万元 可以说是笑傲演艺圈 她在圈内的人脉也很广 林心如等殖民女星 都是她的好友 之前她就多次晒出过 和林心如聚会的照片 并大赞对方使自己的最爱 永远有执行话可以聊 如今回想往事 陈梅凤曾思良自己 在秀场的处事之道 感慨说到 不要太计较 不要贪 而她一路走来 只是守着本分做好事 信仰着平凡 面对起落羞辱 都不背不抗 只是努力去做 上世纪九十年代 秀场在录影代时代崛起 后来又逐渐凋零 但1994年至1998年 陈梅凤连续发行了 包括六张专辑 更连续主演 数十部长售八点档 她不太喜欢 哲鸣逐利 但一直把刻苦耐劳 放在工作上 一步一脚印累积 虽然秀场好景不长 但她异常活跃 广告代言不可胜数 对比许多秀场红人 他们纵使赚进大笔财富 却左手进右手出 从而导致晚景凄凉 陈梅凤的踏实 反而为自己赠来了 富裕的人生 她谈什么都很正向 只有谈到逝去爱情时 店上才露出了一丝落寞 她说 任何一个人都希望 有个完整的家庭 2000年 她与初恋男友 徐福庆重逢 两人之后 在美国纽约密婚 婚后 陈梅凤将对方 一对子女视为寄出 帮徐福庆买熊绿车 缴600多万元卡费 投资500万元开公司 甚至支付她前期的赡养费 还在美国时 她就替徐福庆的母亲 买下一间大房 只为让她家人住得舒服 然而九年后 这份真心换来的却是绝情 她排戏太忙 徐福庆的应酬也多 料人之间的关系 也开始慢慢编制 这还不算 徐福庆竟然和同事搞暧昧 被陈梅凤发觉后 更串出对方酒后 对她动手动脚 她曾经原谅过徐福庆 但最后还是过不去 行李那把尺 徐福庆写很多悔过书 也跪下哭着求她 而她虽然心软 但是也好累 真正的难关 却出现在分手之后 徐福庆趁陈梅凤不知情 单方面在美国 肃请了离婚 申请扣押 3000多万元的美国房产 强调房产归她所有 而且还十字大开口 要陈梅凤分她超过 5亿元的一半财产 而徐福庆要卖美国房产的事 陈梅凤还是因为 严承旭才知道 本来她想把房子卖掉 严承旭则说要买 要人去办文件的时候 才知道房子 已经不能卖了 离婚官司打了三年多 终于搞一段落 最终陈梅凤付出 千万和解金 才顺利保下家产 为了和前夫离婚 她还五度分美国打官司 后来 终于离婚成功的她 感情生活也是颇受关注 事业有成自立生 再加上外表保养得到 她的桃花运自然不差 还曾和唐嫣的前男友 囚泽传过绯闻 在事后她澄清 自己不会接受 像囚泽这么年轻的男子 不过也大方透露 自己想找个认真工作 值得尊敬的男人 还强调认真过生活的男人 真的超有魅力 她的心态也还很年轻 曾坦言 自己依然对爱情抱有期待 不过因为上一段 失败婚姻的教训 如今找对象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要将财产领清楚 把自己的和对方的划分开来 免得宠蹈覆辙 时过境迁 相比陈美凤在经历过 逐多坎坷之后 早就对世界的纷纷扰扰 看透了几分 也将会更有信心 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而最重要的 自然就是希望她能遇见一个 真真疼爱她的男人 在甜蜜的爱情中徜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中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